最近发布的战神5还有COD19 无一例外都支持4K120Hz刷新率 那这些游戏在高刷显示器上表现怎么样 我们有没有必要上一个4K144的显示器 以及在选显示器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我们买显示器不能光看参数 也不能光看产品介绍页面 有机会最好亲眼看看 亲耳听听 亲手去摸摸 这样才能给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评价 这次用的显示器是莫比乌斯的新品 2710U 它是27英寸的 nano IPS屏 支持4K144 10bit的色深 还有独家的HDRi 98%的DCI-P3广色域 而且它还自带了一个2.1声道的音箱 下面我们先看看 用它来接PS5的视频输出信息 EX2710U这个显示器有两个HDMI2.1的接口 PS5也是支持的 在PS5里面显示信息是4K60赫兹RGB 注意是RGB 然后在这个界面 打开120赫兹模式 选择自动就可以了 然后再打开VRR模式 也是选择自动 然后再打开HDR 选择根据需要开启 下面我们看一下游戏的具体表现 先来战神5 战神5在4K60赫兹的显示器上有两个模式 帧率优先和花质优先 它在4K120赫兹显示器上 还能多出两个模式 具体数字如下 4K60赫兹显示器 帧率优先稳60帧 动态4K 分辨率波动范围2K到4K 花质优先稳30帧 是帧4K 如果在4K120赫兹显示器上 花质优先模式是稳40帧的 分辨率是动态4K 波动范围是1880P到2160P 帧率优先模式是稳80帧的 动态4K 这个是固定的2K分辨率 但是实际输出的是4K120赫兹 战神5这种游戏 它是注重画质的 即便是在4K120赫兹的模式下 它的分辨率也守住了2K 帧率还能稳定在80帧 使用高刷显示器 游戏提高了20帧 但是画面和4K60的帧率优先模式相比 区别并不大 下面看一下COD19战区2 这个游戏在4K60帧显示器上 它是稳60帧 分辨率是动态4K 它在4K120赫兹刷新率的显示器上 它是稳120帧的 分辨率同样是动态4K 实际上是2K分辨率 像使命召唤战区2这种设计游戏 它注重的是帧率 但是它和动态4K60帧的模式相比 帧率翻了一倍 但是画质区别并不大 这个很有意思 那么问题来了 有必要上4K144的显示器吗 我们买显示器一般有两个用途 办公和打游戏 PS5最高是支持4K120赫兹刷新率的 我建议如果有条件的话 尽量上4K144或者4K120 没条件的也得守住4K60帧 再低就不要选了 虽然PS5它也支持2K分辨率和1080P 如果你目前用的是这种分辨率的老显示器 可以先凑合用 如果买新显示器就不推荐了 因为我们还得往后看 给未来留点余量 毕竟显示器这种东西能用很多年 下面我说几条高刷显示器的优势 看看你们是否需要 我的这台电脑 第一次接上了4K144显示器的时候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特别舒服 特别的顺滑 感觉到电脑都变快了 像刷网页 拖拽窗口 就连那个开始菜单那个弹出动画都能感知到 比以前要顺滑的多 特别平滑 感觉特别舒服 如果经常玩COD19这种射击游戏的玩家 像这种高刷显示器 可以让你在游戏中得到更好的更流畅的体验 而且还能有利于比赛成绩 另外我感觉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游戏都支持高刷 毕竟连索尼的第一方大作战神5这种游戏都支持高刷了 更何况别的游戏了 我感觉这个高刷是个趋势 不论是电视还是显示器 像手机的屏幕 还有笔记本的屏幕 都是越来越多的高刷 因为高刷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体验 我体验了几天这个4K144显示器 有一次我突然换回了4K60Hz 那个感觉是看什么都卡顿 感觉真的回不去了 真是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简难 4K144的显示器该怎么选呢 目前4K144 HDMI 2.1的显示器算是高级玩意儿 价格也很高端 但是也有便宜的 市场上那么多品牌 那么多产品该怎么选呢 我给大家提个醒 4K144它只是一个性能指标 是个参数 显示器还有很多隐藏的参数 但是在产品的介绍页面不会标记出来 比如显示器的面板光感怎么样 色彩准不准 漏光是否严重 HDR刺不刺眼 坏点多不多 用料和品控怎么样 边框缝隙大不大 放在桌子上稳不稳 尝试兼用 发热量高不高 显示器自带的音箱效果怎么样 是那种点评的夹子音 还是浑厚有力的声长 另外 显示器的菜单调节是否方便 OSD菜单反应快不快 那个按键是否好操控 很多很多东西需要亲眼看看 亲耳听听 亲手摸摸才知道 除此之外还有像品牌 售后 还有产品的定位 也有区别 有的显示器更适合办公 有的是专门为游戏打造的 以上这些点 好与坏高与低 直接关系到价格 所以不是一个4K144 这个词能说明所有问题的 下面我以这台莫比乌斯EX2710U显示器为例 给各位一些参考 首先说一下定位 莫比乌斯就是以打造极限设备 为玩家带来极限体验为品牌精神的 它的定位就是专门为3A大作游戏而生的 它的4K144的面板具体表现怎么样 各位可以上网参考一下专业机构的评测 除了4K的细腻显示 我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这款专业级的游戏显示器 不仅色彩很好 而且看着很舒服 并且细节还原做得很好 下面说声音效果 这台显示器它自带了2.1升到的音箱 内置了DSP芯片 声场很宽厚 玩游戏和听歌都接近千元的 有缘音箱的那个效果 而且它还内置了AI降到的麦克风 真是为游戏而生啊 下面说说外观 首先这个支架很稳固 三面的薄边框 下面是音箱和感应接收器 这个显示器的背板有RGB灯效 有很多效果 下面那个接口处还有一个盖板 可以让理线保持更整洁 更干净 这款显示器的HDRI 它们有自家的类瞳孔技术加持 它的HDRI效果 不是那种整体都亮的那种刺眼的感觉 它是该亮的地方亮 不该亮的地方不亮 看上去比较自然 很舒服 在接口方面有两个HDMI2.1 可以接PS5和XBOX 还有一个DP1.4 可以接电脑 都是可以达到4K144的 另外它的OSD菜单反应很快 再加上外置的遥控器 调节音量 切换视频信号很方便 除此以外 它还有很多色彩模式 护眼模式 其中我觉得这个智慧调光 还有手动调篮光 挺实用的 对喜欢玩3A大作的玩家 确实是一个非常亮眼的附加项 下面小结一下 这台莫比乌斯EX2710U 它是一台很均衡的显示器 更侧重于玩游戏 并兼顾日常办公 整体做工和品质感也不错 唯一缺点就是价格不太亲民 我一直觉得一物有一主 有人喜欢性价比 有人喜欢高品质 这没有谁对谁错 全都对 钱在自己手里 自己说了算 自己想选什么就选什么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给各位一些参考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